眼前这个女孩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因为一旦睡着 她就会死 原来三天前 小珍参加了一项安眠实验 实验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在实验期间不能睡觉 只要能坚持三天 就能得到十万元的报酬 小珍因为家中负债累累 已经快要交不起学费 在老师的介绍下 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直接签署了合同 随后 博士就在小珍的脖子后面 植入了实验芯片 用来提取一种叫做 库拉脱素的物质 这种物质只有在人们 一直保持清醒的状态下 才会源源不断地分泌 与此同时 博士还给了小珍一块手表 用来实时监测库拉脱素的提取比例 显示达到百分之百后 小珍就能结束实验得到报酬 但可怕的是 实验过程中 一旦犯困睡着超过60秒 芯片就会短路 实验者的心脏就会随之停止跳动 但这对小珍来说是小儿科 因为作为学霸 通宵学习已经是她的常态 并且她还是个强迫症 能将事情规划精确到每分每秒 三天不睡觉 对她来说只是 又多出很多计划时间 第二天小珍来到学校食堂吃饭 小帅一脸坏笑地凑了上来 问她是不是参加了安眠实验 小珍心中一紧 赶紧将手放下了桌子 可小帅直接大方亮出了同款手表 原来她也参加了安眠实验 小帅表示自己每晚都泡吧喝酒 晚上比白天还清醒 参加实验岂不是白捡钱吗 除了小珍小帅以外 还有美妆博主小星 游戏宅男阿皮 他们都参加了安眠实验 四人都是通过老师介绍 同一天参加了实验 于是四人互相添加了联系方式 打算这三天 互相监督和打气加油 突然阿皮问了一句 这一晚小珍熬夜学习 小新熬夜直播 小帅熬夜蹦迪 阿皮熬夜游戏 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的状态 很快 四人的库拉脱素 就达到了实验所需的百分之百 博士也遵守承诺 给了每人十万元的报酬 拿到钱后 小珍立马交完学费还了贷款 小帅购置了喜欢的手表 小新做了保养脸部的美容项目 阿皮则是升级了游戏装备 几天后 尝到甜头的四人再次碰面 他们觉得这样挣钱 简直太简单了 于是约好一起参加第二轮实验 但这次要提取更高浓度的库拉脱素 所以他们需要挑战五天不睡觉 当然报酬也会更高 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 四人立马就答应了参加实验 但这次还会像之前那么顺利吗 解剖课上 小珍突然出现了幻觉 而这是因为 他已经四天没有睡觉了 他正在参加一项 叫做不眠的实验 只要睡着 他就会死 反之 如果能保持五天不睡 就能得到五十万的报酬 与他一起参加实验的 还有另外三个人 就在此刻 其他三个人也都出现了异常 小新总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 而小帅则是在体育课时 出现了幻听 小帅转身就揍了一个男同学 男生很不解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说 下课后 感觉身体被抽空的四人 在食堂碰头 商量解决办法 他们发现这次的库拉脱素 不仅上升的慢 还有往下掉的趋势 比第一次实验困难许多 这时 小珍看了一眼小帅的手表 发现他的库拉脱素 比他们的都要高出许多 大家都是同一天开始的 难道这和小帅喜欢运动有关吗 他立刻提议 让大家都一起动起来 放学后 一行人来到阿皮家的别墅 一起跳进泳池 开始了狂欢派对 喝冷饮 吃柠檬倒冰水 怎么刺激怎么来 想尽办法保持清醒 可疯狂过后 更强劲的一阵疲惫席卷而来 这时 小帅拿出从医学院 偷来的兴奋剂 倒在鸡尾酒中 冒着很可能中风的危险 几人也没有犹豫地喝了下去 毕竟一旦睡着 不仅五十万没有了 就连生命有可能逝去 在药物的作用下 几人疯狂舞动身体 他们的库拉脱素也在迅速增长 就在这时 上完洗手间的小星 突然听见隔壁房间有动静 他好奇地走了进去 而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吓坏了 电脑屏幕上 上百个窗口都在播放自己的视频 在抬头看了眼墙上 密密麻麻地贴满了 偷拍自己的照片 小星这才知道之前一直感觉 有人跟踪自己不是幻觉 是阿皮一直在偷偷跟踪他 没想到 看起来憨憨呆呆的阿皮 竟是一个私生犯 本就缺乏睡眠的小星 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监测手表立刻开始倒计时 只要超过一分钟 他就永远醒不来了 大家赶紧对他进行抢救 可小星还是没有反应 很快倒计时只剩下8秒了 好在最后关头 他终于醒了过来 经历生死关头后 几个人的库拉脱素 也终于到达了100% 他们完成了第二轮实验 兑换完报酬后 博士竟继续邀请他们 参加第三轮实验 这次的报酬将会是100万 面对如此高额的薪水 四人却全部选择了拒绝 毕竟还是生命更重要 可无漏偏逢连夜雨 小珍的外婆突然中风住院 需要手术 可家徒四必哪里拿得出钱 而这时 妹妹竟然拿出了一大袋现金 看着信封上的标志 小珍明白了 原来妹妹也参加了安眠实验 她生气又担忧地指责妹妹 妹妹却委屈地说道 她也只是想帮家里分担一些责任 回到家后 小珍发现妹妹不见了 她感觉不妙 连忙赶到实验室 还是晚了一步 妹妹已被植入新田 她参加了第三轮实验 博士还威胁小珍 如果她不带另外三人 一起来参加第三轮实验 她便永远不会取出妹妹的新田 毫无疑问 这样妹妹就只有死路一条 十天不睡觉 就能得到一百万 你敢挑战吗 他们几个决定试一下 但可怕的是 实验过程中一旦睡着超过一分钟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为了防止自己睡着 他们找到了老师帮忙 老师好心地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房间 还帮他们每天定时注射 帮助提神的药物 让他们的大忙 时刻保持清醒状态 前几天大家按照以往的方式 顺利地度过了 可到了第六天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直在打游戏的阿皮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 枪战的声音 在洗手间洗脸提神的小新 发现自己最爱护的脸上 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大痘痘 小帅迷迷糊糊中 看到了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 而小珍则看到了地上渗出的一滩血液 妹妹在地上不断抽搐 她吓坏了 好在妹妹从身后拍醒了她 看来大家都出现了幻觉 崩溃的小新开始指责小珍 拖累他们来参加实验 争吵中 发狂的小帅和阿皮也扭打到了一起 眼看着矛盾不断激化 小珍跑上楼 打算找老师求助 可路过一个杂物监时 竟然发现里面 是一间监控室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时刻监视着 而桌上摆满了安眠实验的资料 小珍突然回想起 自己当初参加实验 就是老师推荐她参加的 接着她又拿起了一个文件夹 竟发现那个博士 只是被雇来的演员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师的阴谋 小珍害怕极了 转身跑下楼打算让大家报警 可老师早已切断了房间的讯号 就连房门也被牢牢锁死 看来第三轮实验不完成 他们是出不去了 到了第七天 一行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们在房间里不断打发 但还是找不到出口 就在这时 小帅突然晕了过去 直到一分钟结束 他也没有醒过来 老师见状立刻将他推出了房间 从他的脖子后面 取出了芯片 可他刚把芯片放好 突然背后一闷鬼 小帅竟然醒了过来 紧接着 另外几人也冲了进来 原来这是他们的计划 就在几分钟前 他们找到了 能让心脏暂时停止跳动的药物 于是就让小帅假死 骗取老师现身 大家质问老师为何要这么做 老师拉开帘子 病床上躺着的是他 已经成为植物人的丈夫 多年前 丈夫为了研究失眠 连续十天没有睡 最后出现幻觉 从顶楼跳了下去 变成了植物人 而老师发现人体分泌的库拉脱锁 对治疗丈夫有很好的效果 于是他利用植物质变 悄悄地进行了这个实验 到此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老师最终被警察逮捕 四人也没有拿到一百万的报酬 可经过这一次 他们认识到了生命的宝贵 永远都不要用生命去交换利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安眠实验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